看到不敗教育知道 我們今天要聊很多金融股 聊很多ETF 有問題 那直播下面可以留言一下 我想先問一下 台股現在的狀況 幫我們按鈴一下 這邊有按鈴 台股周線其實連二紅 危機解除了嗎 你覺得解除幫我們按圈好不好 你覺得沒有啦 沒有啦 按差 2比1 好 問一下這個教主 因為大家這個 你剛剛是覺得說 你覺得危機沒有解除嗎 啊最近飛機又飛來飛去 所以大家10月光輝10月 其實蠻緊張 你怎麼看 不過我剛剛講一個 最新的調查是有 三成的民眾想要 解定存進股市 這樣子 其實以台灣股市大盤來講 目前就是我個人看法 就成立台積敗台積 因為你看台積電已經 大盤占到了29% 那最近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前一陣子創新高 4.66.5 那後來壓回了 所以說其實 台積電我個人認為 就是在盤整中 目前還是在盤整中 那可能要等它填息 那當然如果台積電填息 對大盤來講 當然是一個上攻的趨勢 但是你填息後 台積電在歷史高點 歷史高點以後恐怕又會再壓回 所以說目前我個人判斷就是盤整 盤整就是你也不要太樂觀 你如果說想要進場 想要進場 那也許你碰到台積電大跌的時候再來考慮 那如果投資的泥都一直看到 哇大盤很好就一直樂觀進場 我覺得你可能會受傷 所以要小心一下 對觀察台積電 好你講到這個台積電 那台積電這次貼息 這個教主你怎麼看 其實台積電 它按照它過去的經驗來講 其實它貼的都會甜 貼的都會甜 那所以說台積電 我們重點還是看它本身的本業 不過今年大概估計 今年獲利算是成長不錯 所以說今年有機會賺到20塊 不過以目前的本利比 我個人覺得還是 以台積電歷年本利比來講 目前還是稍微偏高 所以說目前是在反映台積電 可能是明年後年的業績了 明年後年的業績 因為其實陳老師你這邊 你以前持有非常多台積電 我們知道從60塊就有 陳媽媽開始買這麼多 這樣幾倍了 幾倍沒辦法預估 因為其實我個人都沒有在算它 那台積電我講實話 我們能夠報這麼久算運氣 只能講運氣 運氣能夠報到台積電 沒有報到聯電就對了 那以台積電來講 其實我們喜歡一個公司 就是獲利它逐年成長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台積電這個獲利 你看它是逐年成長 那基本上逐年成長的公司 這個股票你就報牢牢就對了 那以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為什麼可以報那麼老 像主持人應該都知道 最近就興起了一個叫什麼 宅經濟 宅經濟興起AI 5G宅經濟 那其實你各方面都需要IC 所以說台積電 它的獲利都會很好 那宅經濟我們可以從這個表格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今年 今年其實有些公司 獲利都不好衰退上半年了 可是你看到台積電 哇不得了台積電上半年的成長 竟然高達八成九成 那這個就是宅經濟發揮 那以我個人來講 如果說以台積電這樣子 在大成長的趨勢 我還是會報警 還是報警處理就對了 那當然我個人報警處理以外 講真的它每年殖利率是不高的 現在大概就2%多而已 所以說以相對高點 相對高點的話 我還比較傾向台積電把它出掉 那相對高點就是我會做它波段的價差 所以說我們從這張表格可以看到 這是我自己 波段價差 就是說我長期持有 我雖然長期持有 但是我還是會波段賺到價差 那你看我們前一波高點就是多少 466.5 兩天漲停板 對不對 後來後來高點就下來了 那466.5 個人覺得是在反映到明年的EPS 就是有點本利比也高了 那你給它看最近最近大概就是高點 靠近466.5 然後在日K在80以上 通常都會下來 所以說這個也是我個人 我個人就是長期持有 但是相對高點我會先出一些 比如說像剛剛我們這圖上 可以看到相對高點會先出一些 等到便利再買回來 賺一下價差 比如說一股賺個10塊5塊這樣子 目前就是在觀察 台積電你用這樣10塊5塊這樣子賺 也不錯啊 也不錯啊 10塊5塊你賣個10張20張 你也可以吃個牛排啊對不對 也不錯嘛 不是大家說報警警一路可能到500600啊 對啊 但是但是因為你報警警的過程 台積電報警警很無聊啦 只能講很無聊 他們報了20幾年很無聊 所以說相對高點 成本太低才可以賺 隨便買就隨便都幾倍賺 沒有啦 我們就是總是你報警警 總是也要占一下便利嘛 對不對 你看他基本上 所以說我再等他填息啦 你等他填息賣嘛 就出個一些 慢慢出個一些 反正下來再減一下這樣子 OK 這樣順便賺點零用錢 OK 所以你覺得這個階段是可以這樣 填息賣 然後再掉下來再買 那你說一般如果空手還沒有台積電 就等他 明顯的一個跌段的時候再來買 所以三位來賓要不要按鈴一下 你覺得這個時候可不可以再存金融股啊 可以再存金融股 2比1 只有一位 陳老師 只有你說可以存金融股 因為他存的都很便宜又很多啊 現在怎麼看 這個新聞你怎麼看 好 謝謝主持人 其實金融股它分很多產業啦 其實都 我們只是說概括把它說金融股啦 對不對 那 那其實像剛剛石旺老師已經有講過了 今年那個 成交量還是蠻大的 對 交易量還是蠻大 那交易量大的話 那請問你哪個族群會受惠 那當然是以元大這種證券的嘛 所以說他其實他獲利都 今年金融股來講 當然元大算是獲利還是成長的 成長的 那我們從這張表 很多商品都是元大的 像今年 今年他們配的出了一些ETF基金 都賣的還下下價 就是說現在資金還是泛濫 資金泛濫就是搭到股市裡面去 那當然也做一些期貨 所以說元大期啊 其實這種賺的都還不錯 那所以說母公司是元大 那我今年加碼最多就元大金了 今年大概買了幾百張這樣子 今年買幾百張元大金 那買元大金其實 你什麼時候買元大金呢 其實今年三月我最低還買在14塊 14塊那時候大概買了100張 我們就去持續加碼大 所以說元大 元大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獲利都持續在成長 他持續在成長 那他過去本利比比較低 為什麼過去本利比較低 因為他過去配的都不漂亮 但是今年配的還不錯 表示說他獲利在成長 那也願意 願意分享給投資人了 那其實元大來講 他相對他本益比偏低 你拿他跟玉山 玉山本益比15、16倍 你拿他跟趙鋒比 趙鋒也是15、16倍 那元大目前本益比搞不好只有10倍 目前本益比18塊來講本益比10倍 那所以說我個人覺得金融市場 這麼熱的情況 他還是社會族群 對 所以你覺得現在18塊這樣 還算是一個合理的 以本益比10倍來講 你看我們這個他過去的本益比 大概在9到12倍中間 以他過去來 那他現在值利率差不多還是 值利率來講 今年配比較漂亮 以前配的不漂亮 所以說他是因為以前配的不漂亮 今年有期貨的 今年是期貨加碼 讓他獲利很高 所以說他今年配的就不錯了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因為他本益比低 如果說他往後配股配起來 能夠保持今年這個水準 今年好像配了1.05 對不對 那我覺得本益比有上調的空間 因為你相對於玉山15、16倍 趙鋒15、16倍來講 我覺得他本益比偏低 所以說這個我自己個人 就今年就加碼他 OK OK 所以你覺得現在這還OK 那這個就是純粹放得領利息 價差也有機會 如果領利息來講 像大家最常問就是中國信托 中信金 你有400多張中信金嗎 大概去年還加了100張 目前大概有500張 那以中信來講 中信來講 我們給他看他往年配息 他最近四年都是有配一塊錢 他就算賺1.85、賺2.16都是配一塊錢 所以說我們就預估他 他就是一塊錢 其實他今年上半年已經賺1.59了 所以說明年配一塊錢來講機率很高 因為他現在慣性就是配一塊 以目前大概也是18塊拖來講 我們大概也接到5到6%了 所以說這個就抱著零股息嘛 你就把它當作每年配一塊錢就好了 如果說18、17如果往下的話 往下我會考慮得接 因為他這樣殖利會上來 OK 因為剛剛只有這個老師你舉你要買 因為現在金融局大概覺得說 好像這一波沒有跟上這個漲勢啦 然後另外也很多是貼席 很多人說其實現在技術分析看起來也很多是空頭排列 剛剛又講因為這個利率低的情況 廢得說二、三年前可能都不升息 有一些利空的因素 但你還是不斷在加碼金融股 沒有我剛剛講到說中信金他就每年配一塊 你看他慣性 最主要說上半年賺 就錢包也賺了1.59了 對 所以說明年配一塊錢沒有問題 那相對來講殖利率到5% 甚至有到6% 那中信金就長期持有領股息 像我報了他超過10年了 股息每年領他幾十萬也領了幾百萬回來了 然後比養小孩孝順 你小孩很孝順啊 沒有啦我是覺得說養股兒子真的比養小孩孝順 有時候小孩子搞不好爸爸你要幫我買房子住房貸 對不對 股票不會 所以說我就覺得說其實危機是轉機 他如果說不是有危機的話 我們怎麼會有便宜的股票可以買嘛 對 陳老師這樣嗎 成績往存很久 存很久啊 像中信金從09年那時候存 我們也是看了他股價從20幾塊 一路跌到10塊 跌到各位數啊 哇 那息息很不好耶 有時候我們反而覺得說 你在存的時候你也是會煎熬啦 因為你看他天天都便宜嘛 你會煎熬 對 天天都便宜 一步逛全年 但是問題是以事後來看的話 我們會很慶幸說 還好那時候天天都便宜 所以要熬得住的人 熬得住 所以說我們有時候就抱著他嘛 所以說中信金抱到現在 也抱超過10年了 對 有時候回想還不錯 碰到這個好機會 但是很多人都死在沙灘上 好 反正前提就是 你要夠有耐心來存金融股啦 動不動就是這個 要殺出人就不適合啦 好 我們繼續來問 這個ETF 三位幫我們按鈴一下 當然這個問到ETF要先問這個 教主你這邊叫大家ETF賺錢數嘛 0050-0056可不可以買 先一個一個來 0050可不可以買 100多塊的0050可不可以買 請按鈴 長期還是殺進殺出 誰買0050 殺起殺出 那這當然可以買 現在可不可以買 你都已經要存長期了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2比1 反而是我們陳老師不要買 那0056可不可以買 現在30塊0056 我要問一下 陳老師你叫ETF 他兩個都說不行賣 那你叫大家買什麼ETF 0050-0056都不可以買 沒有 以50來講 50其實他的觀念是好的 就是台灣市值最大是大 但是問題是台積電變怪獸了 50裡面有48% 你買不起台積電 我買0050也太輕 有48%是台積電 那50就一個很明顯的台積 陳你也台積敗了台積 那我們把那個報酬率抓高來看 其實台積電的長期的報酬率 遠剩0050 就表示說50裡面有49%是在拉台積電後腿的 所以說你 因為我自己就有台積電嘛 所以說我就不碰0050 就是說我自己有台積電 我是不碰0050的 台積電太多了 所以不需要碰台 那以台積電來 以50來講現在是太貴了 以前當然以前主打 要全民存股存0050嘛對不對 可是以前50我們都很懷念 它四五十塊的時候 對啊 對啊 那現在是100塊了 那所以說你如果要買50 你真的要買50也是可以的 我們反而 我們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850跟692 850就是 接班人 那其實你看850來講 大概有37%是台積電 那692來講有41% 有41%就是副班公司治理率 也有41%是台積電 那相對的 相對它就可口很多 因為他們股價是二字頭嘛 對不對 其實長期比起來 績效來講 其實692不會輸給0050 因為它的那個費用率 還管理費還蠻便宜的 它的算是非常低的 所以說你如果長期投資的話 其實692 850你可以考慮啦 其實你看它前十大成分股 基本上也漲得差不多 也漲得差不多 50也不是太不好 50就是說你承你台積 你不如去買台積 而且太貴了 對小資族來講不適合 所以說你要存 小資族一張都要省好久才能買 對對對 沒有錯 陳老師你現在多少0050 那個樂國大陸上次來我們節目說剩下五張 0050我都沒有 因為我有台積電 我有台積電我就不可以 那你剛剛說0056也不行 因為56來講 56來講其實 56我們給它看 其實56跟50最大的差別是56 它是用殖利率做權重的 它就比較不會集中 價錢三分之一好像還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也比較分散 做的比較分散 就是每一支股的權重比較分散 那目前比較紅的就是56 56當然是元老 再來就是今年那個串起來那個878 規模弄到了快180 190億了 也不錯 那以目前相對 講真的相對大盤高點來講 我還是比較建立投授 你就買這一種就是高股息的 你最近嘛就是說它殖利率每年 你說56最近這兩年平均都 還有到5到6% 你就在那高點 你有一個高殖利率互升 那再來來講以56來講 56來講其實我自己在書上 我有寫我們也給它統計過了 以56來講其實高股息是不錯 但是有時候我們賺價才會更開心 就是價差賺比較多一點 那所以說按照我過去的統計 其實56每年都是一樣的 你除息後大概年底的時候 11月的時候再來買 勝率100% 100% 就是統計學 統計過去來講勝率都100% 就是除息後貼息的時候再來買 然後放到隔年 除息錢又賣掉 高點就賣掉 那我們看去年來講 這樣可以賺幾% 你拿去年 去年除息錢去年配1.8很多對不對 你如果說除息錢 你那時候買大概29塊多 可是你如果29塊多你把它賣掉 今年你碰到21塊多的低點 那你這樣賺7塊錢7到8塊 那你賺7 8塊的價差 你是不是贏1.8塊的股息 還要繳所得税 還要繳健保補充費對不對 那你從這張圖 我們從這張圖你可以看 你如果說長期持有0056 你基本上你就每年除息 你資本利得的空間很小 那還不如我們就來回 就是除息後貼息 所以說我現在在等 那56就是大概每年10月底除息 大概11月12月是一個不錯的進場點 除息後買 所以我現在也在等 對 純ETF 因為很多純ETF想要是零股息 也懶得選股 覺得這懶人投資法 但是純ETF有成本的 純ETF成本要怎麼算 成本其實純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每年繳那個管理費 經理費就是基金他會賺你經理費 當然你在買進的時候 一定有個手續費 千分之1.425 只是說你如果股票買賣的話 你可能可以打六折 線上買賣你可以打六折 你賣出的時候 賣出ETF反而比較便宜 賣出的時候 增加稅是千分之三 但是ETF是千分之一 所以說我們持有 我們持有其實最主要的成本 你如果說長期投資 最主要的成本還是他那個 第一個就是基金公司收你的經理費 大概0.3有的0.9 這個要自己去看 比如說一些入股的 每股的大概都收的比較多 有些像政樂期貨那種 都收到大概0.99 都收到0.99 你如果說原型的 原型像0050 0056大概0.3左右 878大概0.25% 最便宜的是 應該是我們剛剛講的 692 692好像是0.2%而已 所以說你如果長期持有 我們會去看那個經理費 經理費當然 那1%跟0.2%就有差距了 這個要注意 好三位來賓我想再問一下 特別是我們兩位是老師 這個作孕英才 跟很多年輕人的理財觀念 你們也非常清楚 我想先問一個 我們也每次這個 老師來到問 你覺得現在年輕人 該不該買房 幫我們按鈴好不好 年輕人該不該買房 2比1 陳老師說不應該 你是唯一說不應該的 年輕人不要買房 那年輕人要買什麼 買台積電又買不起 其實我常常講一個東西 上市樂國大叔來說 跟你馬後比一無 他說一定要買 來給他PK一下 好其實我是這樣子講 因為我自己也有學生去買房子 講真的那個壓力很重 是 因為現在房子 台北市房子貴不貴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你如果說房子 你房貸你買個 他上次說可以去森林 不是樹林住 可是問題是 你去那種地方住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窮人就是這樣 用時間去換錢 你看你每天交通上下班時間 你要塞多久 所以說你就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常常講說 好假設你貸款1000萬 貸款1000萬 你還不包含投機館跟裝潢 那個有好幾百萬去 第一個你年輕人 你要存到這一桶金 投機館跟裝潢 就要花多少年的時間 這第一個 第二個你給你貸1000萬 貸1000萬 請問你 你平均大概一個月要繳 4萬8、4萬9 沒有 現在3萬6、3萬7就好了 老師要update資料 現在低利了 可是我現在算的就是說 你以房貸來講 你用20年來講 本時的話可能是要10萬 你20年來講的話 你現在是用低利來講 那你會不會升級 當然是會 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夠抓太樂觀 有時候你抓太樂觀 你現在抓很樂觀 那你以後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說你如果這樣子看來講 講真的壓力會很重 所以說你如果說你貸款 你一個月搞不好 你繳個5萬塊很正常 5萬塊很正常 那我就開始試算一下 那你如果說你拿2萬去租房租 2萬去租房子 那你拿3萬塊來投資好了 投資那我們拿0050來算 0050過去來講 大概報酬率8%左右 我們給他保守抓6% 我這裡就試算了一下 你就是你每個月用3萬塊去投資 6%20年 那20年我們看一下 你大概可以 1393萬 那我們算1400好了 我們算1400好了 就算1400萬 那你20年以後 你1400萬 你拿6%來講 你一年可以拿到80萬 80幾萬 84萬 你平均一個月7萬 那個時候你再拿這個股息 一個月7萬 再去買房子 你可以買更好的 所以差不多畢業40幾歲再來買 你那個時候 你那個時候已經有 大概1400萬的股票了 那你每年084萬的股力 那你可以貸款一個月7萬塊 房貸房子去買 重點是這樣 重點再過個20年以後 你房子也有了 股票也有了 你通通都有了 所以說我們講的就是說 你累積資產的事情先做 但是一般的人是這樣 20年後房子 不知道是變貴還變便宜 沒關係啊 反正你股力一個月 可以幫你繳7萬 那相對的你會輕鬆很多 而且20年後 你除了鼓勵幫你繳7萬塊 你的薪水收度也增加了 你買房子可以買更好的 我是 其實也不是說不推薦買 而是說我們講說 就是說你買進資產先做 買進負債往後延而已 不建議現在人去當老師呢 立志當老師建不建議 一正一反 陳老師你自己 你只要說23年不建議 也不是說不建議啊 最主要是現在教育環境 並不是那麼好 教室節快到了 就是說現在小孩子管教困難 現在不能留級也不能退學 搞不好連教科也不能管教 是真的 像我們都要苦口婆心 跟小朋友這樣子講 會不會改不一定 所以說你如果說 你想要當老師的 你不要就 以前我們講說寒暑假很開心 你不要想到那一點 你要有熱忱 你真的有熱忱 就是當小朋友 當學生生命中的貴人 你真的有這個熱忱 你才去當老師 因為我自己教那麼久 我也看過 沒有熱忱的老師 光領薪水會看過 對不對 所以說常常有四個字 叫誤人子弟 對不對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你真的有那個熱忱 你肯犧牲奉獻 那再來就是說 你現在管教小朋友的 手上的武器越來越少了 他不聽你就真的沒辦法講 沒辦法 他把你手機拍下來 老師欺負我 對啊 父母親就常常會去 會去投訴你的 所以說你真的 很有熱忱你才去做 你如果沒有熱忱 其實外面世界機會很多 因為當學校 光領學校老師是不錯 收入穩定 但是你的收入你也沒有驚喜 所以說出去打拼也是不錯 所以老師跟全市投資人 你現在選投資人 對啊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 但是也是要有本事 才能自由自在 OK 好 沒有辦法像你穿這麼多退休金 給老師什麼建議 老師現在的薪水 一個月差不多 六七萬 退休金其實是 六萬 退休金其實是不多啦 所以說講真的 我還是建議各位老師 各位老師你要做好你的生涯的規劃 其實像我以前在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還有一個好處 公立學校有一個好處就是 以前還蠻習慣的 公立學校有一個好處就是 借錢便宜啦 借錢便宜 你說我會去辦一些什麼房貸 理財經房貸還有什麼信貸 我會去辦這些東西 那以我張表就是試算 就是說我們 其實公務員你可以做 七年級的信貸 那信貸你就去買0056就好了 買0056的話 我們這裡可以算 算了一下 事實上你買了0056 你領到了股力 你領到了股力 還比繳圓利學還剩 所以說這也是不錯的一個方法 就裁掉了 勝利 怎樣 這兒 Elli 對 你可以 這邊 時間 憲 氏 感谢观看